那这个明杰刚讲到美国全方位的兵推 当然跟20大的结果有关系 首先第一个是习近平 这个整个政治上的布局 完全强调忠诚跟战争 所以习人帮主要的政治核心 都是忠诚的奴才 但是军事的备战 使得台海帮引发全世界的戒备 而今天包含了拜登 持续强调的是 拜登说美国不寻求与中国冲突 但是要保持军事的优势 好这个是美军的三军统帅当中 最直接的底线的表态 然后布林肯也公开接受布林伯论坛 事实上布林伯跟CNBC跟华尔街日报 现在天天谈台海 我不播都没有办法 布林肯直接在论坛上面说 台海的和平是国家利益 所以美国事实上非常严肃 看待台海可能有武力冲突 对我们看到这一个 习近平确实在中共二十大 等于说全面性的在布局跟准备 可能未来对台用武力的方式来入侵 那这个部分当然刚刚讲到说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确实也证实说 中国已经这个不接受 现在台湾的现状 他特别说已经决定 要加强对台施压 那回到刚刚讲说 美国总统拜登也出来喊话 不过我认为他的说法 比如说他特别强调说 他跟习近平非常熟识 所以对他很了解 那他强调说 美国不寻求和中冲突 不过我觉得这个论调 如果是在中共二十大之后 连布林肯也都谈到说 确实中国对台动武的可能性 升高的情况之下 这样子不寻求和中国冲突的说法 我认为太过软掉 那因为反过来 中国正在准备 要和美国冲突的情况之下 拜登反而讲说 不寻求和中国冲突 我觉得这样的战略上面的 一个喊话跟说法 反而会让习近平误判 认为有机可乘 那虽然他也谈到说 会继续保持美军的优势 或者建立这个整个新的联盟 来遏止中国的武力 不过这个说法 我认为应该要更加的强硬 特别是我们谈到说 如果习近平单方面 犯台的意志 越来越坚强的情况之下 内部因素他可以掌控 但是外部最大的变数 就是美国的介入 跟台湾的防卫能力 那如果美国没有再继续加大 对中国可能武力犯台的 这个战略上面的遏止 或者是威责的话 那反而会让习近平认为说 这个时间点就可以用武力 来读取台湾 所以我认为华府这个部分 恐怕要更加全面性的考量 那拜登过去 当然是为了避免战争 所以不愿意跟中国 直接谈到说 所谓的这个直接的军事冲突 但是现在中共二十大之后 整个局势已经越来越明确 那这个情况之下 我认为应该要更加的强硬 那同时因为这样的说法 连美国海军研究中心 有一个主任冯德威 他也谈到说 从中共二十大习近平的布局 看起来不是只有对台湾 也不是只有未来 他也可能爆发战争 他认为中国正在全面性的准备 这个跟美国来对抗 甚至未来在东海 在南海都有可能军事冲突发生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美国当然动作跟喊话上 都要更大 也要更强硬 那还有包含像 虽然美国副国卿雪曼 有谈到说 美日韩会加强的 这个合作来协助台湾 那布林肯当然也有 反对说武力改变现状 不过这些都是属于 外交上面的喊话 军事上面实际上的援助 才是台湾真正更加需要的 那目前来讲 我们看到北京对台的这个策略 因为这几天 国台办出来召开记者会 也被问到说 习近平在二十大谈到说 绝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 那问这一个国台办的 这个回应跟说法 那国台办的反应 却只有一个 这一个论述 就是说如果要遏止台独 才能制止可能战争的风险 这个说法我认为 就是配合习近平 在中国二十大后面的演出 也是一种核战两手的策略 那本质上还是以武来逼同 因为确实习近平 正在积极的准备对台动武 但是如果台湾能够不战自降 当然是他最好的一个方案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如果可以用武力来逼迫台湾 不战自降 那当然对他来讲 可以不用付出更多的代价 那当然中间如何让台湾不战自降 武力步步进逼 开出了所谓和平统一条件 却只有一国两制 这种并吞的方案 如果你今天台湾不选择 其实就是他所谓口中的台独 基本上已经没有任何谈判空间 所以换句话说 如果台湾在这个 不接受一国两制的情况之下 恐怕只有面临他武力 入侵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发展 所以未来当然对台步步进逼的动作 会越来越大 那针对这个部分 那台湾的国安会民署长顾立雄 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 虽然讲到说 目前相关的军事对台的动作 在争后上面2023年看起来 还不会有所谓的犯台的动作 不过他也特别谈到说 习近平那现在开始 只有一人决策 确实非常容易发生所谓的误判 那他也强调说 目前看起来政治上面 北京对台只有一宗 没有各表 那台湾绝对要认清这个现实 所以必须要团结 同时在这个防卫的能力上 要继续强化打造台湾防卫上面的韧性 那当然这个解放军在台海这几天动作 其实我们观察 中共二十大焦点 当然都放在习近平到底如何布局人事 那谈了哪些对台的政策 但实际上解放军 有没有配合相关的 这些对台的禁弊演出 刚好前一段时间因为天后影响 其实共机确实 我观察价次又比较少 但是这两天天后一好 马上这一个又大规模的出来 这个骚扰台湾的这个防卫 那当然昨天有二十二架的这个共机 中间无增7的这个无人机又出现 那最近我们观察 其实前一段时间 他用无人机来测试 但是中间因为天后不好 无人机又开始 没有执行这些任务 换句话说 未来台海的天后 其实对于他这一个对台 不管是禁弊或者无人机的使用上面 其实有很大的干扰因素 虽然他现在号称 先前也出现过TB001双尾蟹 那基本上来讲已经出现在台海 现在又出现说 他有更新的这一个四发 四发动机的这种新型的双尾蟹 那他可以载重 从原本250公斤 一口气提升6倍到 可以载重1.5吨这样的弹药 那当然对台湾未来 他如果用来空地打击的话 威胁当然是有所提升 好我们稍后回来 对台湾未来是有所提升的